蒙古的陀落最早的铸地是他们的封地 后来这个地方被改名为安基岩 在今天乌兹贝克斯坦的东部 查个台韩国后期政局动荡 群雄并起 于是斗洛部落的贵族们就向东 迁徙到了阿克苏地区 今天的阿克苏地区有一个地方叫阿瓦提县 阿瓦提县城一带过去一直被称作为多浪 多浪和后来的刀狼都是斗洛的鹅传鹰 一个地地道道的蒙古部落名称 据蒙古斯坦史记载 斗洛特摩尔继位前有一次在阿克苏行列 偶然于当时伊斯兰教沙黑扎马鲁丁相遇 接受其秘密传教表示愿意归信伊斯兰教 并承诺等他取得侍权后再宣布 后来他巩固了韩位 沙黑扎马鲁丁之子毛拉俄士顶 又前往阿里玛里极力说服他 于是斗洛特摩尔1353年正式宣布信仰伊斯兰教 并剪掉长发实行割礼 其精名阿布贝克尔莫哈摩德 十年二四岁 他还逼迫各部贵族和大臣归信伊斯兰教 并下令其臣民改宗 如有违抗格杀无论 于是约十六万丈蒙古人在他的淫为下集体宣誓改宗伊斯兰教 这只是查克台系蒙古人改宗伊斯兰教的开始 那以后 导弄腾摩尔又大力支持俄士顶在库车等地进行传教活动 并以可汗的名义强迫人民信仰伊斯兰教 他的后代统治了东查核台韩国三百多年 期间都在极力传播伊斯兰教 还多次攻打托鲁方哈密等地的所谓伊斯兰教徒 逐步清除掉了当地的基督教和佛教势力 确立了伊斯兰教在东查核台韩国的统治地位 Bordot在今天被一些学者指如维瓦的称作多浪 还有一些人次其实一人的称 多浪就是多浪人 也就是维尔部族的故乡 虽然这种偷梁换猪的说法一旦被揭穿 肯定会很拿脸 但是您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去理解的话 会更有意思 假如豆豆扑落就是他们所说的古维吾尔部族 那么这个所谓的古维吾尔部族 无疑就是蒙古人 带着您的疑问和我的热情 咱们继续往下探讨 阿克苏南面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一个天然屏障 又背靠着天山和蒙古诸布 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 天山水水滋养出来的几片绿洲 足可以保证 导尔部的蒙古斯坦自给自足 在这里他们躲过了查核台韩国的内战 确保了自身安全 同时又得到了其他蒙古哥布的支持 毕竟新政权需要呵护需要滋养 和吐鲁湾诸地为政治中心 保证人物的蒙古斯坦 实际烧涨就迁徙到了阿里玛里 Elem 阿里玛 在蒙古语里是梨 苹果和梨那个梨 Elemus 就是有梨的地方 在今天的霍城县附近 霍城县附近有一个遗址 该遗址还有一个显微人知的名字叫Harkeret 会蒙古语的朋友会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黑乌鸦 万人生意的翻译的话 就是黑乌鸦之城 玩游戏的话这名字很有意境 我喜欢玩的游戏 英雄无敌之死亡阴影 里面就有这样的名字 但实际上 这座城市是信仰警教的柯列部修建的 Harkeret 可以直接翻译成 圣柯列 1360年在导顿藤墨西征期间 信仰警教的柯列部发动了叛乱 导顿藤墨的回师平叛 并捣毁了这座城池 警教也叫基督教涅斯托里派 今天叫做东方亚兽教会 起源于叙利亚 创建于五世纪 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 唐朝时一度兴盛于中原 唐境内多见十字寺 直到唐武宗会昌灭佛 殃及警教 警教才从中原销声秘迹 在蒙古崛起之前 克列汪谷乃曼等部都信奉警教 所以蒙古大汗们的 嫔妃多为警教徒 随着蒙古人的征战步伐 警教也重新在东亚地区兴起 据马可波罗描述 元朝的大都大同 敦煌甘州 宿州 梁州 宁夏 喀什 沙车 伊犁 扬州 镇江 杭州 温州 泉州 都建有警教寺庙 不光是克列部 蒙古的 美尔吉布 也有自己的领地 这个地方叫 藤门太后 翻译成汉语是 骆驼的平原 如今那里还有一个地名叫 麦改提县 麦改提出自于蒙古语的 美尔吉布 也就是翻译成汉语的 密尔吉布 让咱们也分析一下 后查克大韩国时期 也就是 西查克大韩国的政局 从查克大韩国后期开始 政局就被几个 最有势力的家族掌控着 其中包括 巴罗达斯 加戴 苏特斯 和乃曼等家族 这些都是成吉斯汉时期 元老文的后裔 没有一点所谓的 突厥或突厥化的迹象 首先我们讲讲巴罗达斯 巴罗达斯 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 能吃 食量惊人的人 用现在时髦的叫法 吃货 成吉斯汉的六世主 海洛汉有一个 堂兄弟叫 巴罗达斯 他就食量惊人 不仅是他 他的家族里 有好几个大女王 一个巴罗达 我去恨巴罗达 我去恨巴罗达 等各种各样的巴罗达 所以得了这么一个姓 是巴罗达斯 查克大韩国后期的 全臣加斯汉 和铁曼帝国的 地造者铁曼 都出之于这个家族 跟所谓的突厥 半点关系都没有 贾大夫最早属于 回顾联盟 曾经被其他人打散过 也曾经屠杀过 起研布 但后来被海多汉征服 成吉斯汉的爱将 孟华丽就出自于贾大夫 孟华丽是成吉斯汉时期 第一猛将 所以被称作 金庚巴特 是蒙古帝国的 贾弄 也是华北地区的 国王 孟华丽的无量功德 殷疾子孙 他的后人 封侯拜向者 甚都 蒙古 贾赖尔部的后裔 分布最广 几乎遍布欧亚大陆 中国境内 几乎每个省都有 贾赖尔系蒙古人 中亚的 孟华丽后裔 在西查和大汉国 灭亡后 曾建立过 贾赖尔汉国 现在哈萨克斯坦 总统 托卡耶夫 出自于贾赖尔部 在陕西 榆小吉汉 孟华丽墓地 还有中亚的 贾赖尔系后代 修建的纪念碑 索德斯家族 最早隶属于 太初部 索华丽的父子 曾经从太初部 人手里 解救过 少年铁木针 后来 承吉思汗 感激德 重用了这个家族 他的一个儿子 赤老温 是承吉思汗的 四军之一 而另一个儿子 前半 曾经率领 左翼军 征讨过 米尔启人 他还有一个女儿 何大安 曾经给藏命 羊毛堆里的 铁木针放哨 躲过了 太初部人的收场 1227年 承吉思汗临终前 曾经命令 赤老温率领 八千人断后 防备 金国人 尾随偷袭 1228年 金国将领 蜿蜒险河上 率领军队 在大昌园 挑衅 赤老温遵守 承吉思汗一命 选择了撤退 这就是 金国人 鼓吹的 大昌园 打劫的 真实经国 他的这只军队 一只镇守在 甘肃一带 随着睡夜的流失 演化成了 今天的东乡人 而且今天的东乡人 依然说古蒙古语 留在 中亚的一只 应该是 前代的后人 因为承吉思汗 西征回来的时候 留下了一部分 精英蒙古人 给恰恰呆 南曼家族是 俄国台西蒙古人的外戚 俄国台韩非 叫 中文史书称 南马真后 出生于南曼部 所以以族名为号 本名 所以也被称呼为 所以在 俄国台韩时期 南曼部的地位很高 右翼军几乎全部 出自于南曼部 贵游在 继承韩未前后 一直掌管着右翼军 贵游汗去世以后 乃曼部的地位 有所降低 西朝台韩国时期 因为人口数量的原因 乃曼部 仍然保有 一定的势力